再来关系的是在台中发生了一起一次垃圾车撞伤人的意外 这一位60岁的富人 他骑机车经过巷子口的时候 神刚驱公所的垃圾车刚好倒车结果发生了擦撞 这名富人目前人还在家户病房昏迷不醒 而家属找到了行车记录器 特别到清洁队里头来理论 双方发生了严重口角 行车记录器清楚拍到 清洁队的垃圾车在倒车时 和路口正巧骑摩托车经过的富人发生碰撞 富人当场倒地 机车物品散落一地 但疑似撞人的司机 第一时间没有下车救人 家属到清洁队理论 气得破口大骂 受伤的是60岁的杨姓富人 她头部重创陷入昏迷 人还在江湖病房 家属找是医员帮忙 环保局才改口 说若有疏失 一定会扛下所有责任 她是知道有发生车祸 但是她说她没有撞到 市政如果确定是说 责任归属 我们一有责任的话 我们一定负起全责 受伤家属事后沿路询问店家 终于找到行车记录器 现在他们手握证据 要找出肇事的真相 感谢观看 创陛 责任录器 谢谢大家